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彥榮老師 那麼今天是8月21號 那麼彥榮來跟大家分享 台積電鴻海前面的高點 預告正確精準命中高點 那麼台積電鴻海都一樣 那麼低點也預告命中了 結果8月2號8月5號低點預告命中了 然後拉高上來反彈的高點 再度命中了 那現在接下來會跌到哪裡呢 那這個價位在哪裡呢 好我想今天節目我跟大家分享我的邏輯概念 那另外的話呢 今天已經8月21號了 距離這個8月底還有7天的時間 這7天當中有沒有可能在 20%到30%左右的價差呢 那哪檔標的呢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倒數上車了 今天的節目非常重要 好精湛第二 2070的精湛 一個半月拉了一倍 那現在 精湛第二目標有70% 那麼今天是最後一天分享喔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 現在就加LINE進來留言 2070加電話 或者是2070加上LINEID 來跟上燕榮的行列喔 請鎖定今天的節目 謝謝 歡迎收看股市A指標 我是燕榮老師 那麼台股在 最近的一個走勢當中 其實 幾乎可以說都是在燕榮老師的掌控當中 好比台積電我們在1065提醒對不對 那麼目標價 1080沒有出現之前我就告訴你目標價在1065附近 結果講完之後呢 真的從1065以上的1080一路跌跌跌到813815 到了813當天我就告訴你說這個 即將是一個低點要反彈了 可是反彈的過程我也告訴你 980附近不要追高 結果昨天來到977 今天剩下956 對不對包括紅海也是一樣的邏輯概念 那當然今天其實很多人在問說老師 那這兩檔股票下一個買點在哪裡 比較大的買點喔不是小的買點喔 那比較大的買點在哪裡 我想A指標 就會說話了 那當然台到這部分之前呢 我們先來跟各位好朋友們結個緣 如何結緣呢 歡迎大家加LINE進來 小老鼠小A178 來跟燕榮老師結緣 那麼歡迎大家加LINE之後要記得留一個貼圖 留貼圖互動 才能夠看到 包括你看 紅海的230以上的高點 好你看 這波跌到160以下有沒有 那你會看到這個 包括在整個高點區的一個提醒 低點區的提醒 紅海跟 這一個台積電都一樣 還有大盤的高點的提醒 底部區的提醒也都會知道 但是你要加LINE留貼圖給系統通關密碼 才看得到 好也歡迎大家訂閱影片 按讚 分享 打開 小鈴鐺 好那我想今天 節目一開始還是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麼 燕榮老師在8月10號11號 所分享的周報當中有一檔股票 他是沙灘車的 8937的 何期 那麼何期在今天再度看到漲停板 那麼從我在8月10號的所做的一個分享之後呢 今天是8月21號就營業日來講沒有幾天喔 已經拉了四支漲停板上來 所以這驗證的一件事情就是 燕榮老師帶會員與流電話來 粉絲朋友們 我們所操作的股票 經常第一時間有藏紅我漲停板的機會 那甚至呢 有一個所謂的續航力 那盤重數4000點 但是我們在6月18號分享的浮育 那麼4513的浮育 那麼在一個半月的時間也拉了1.2倍 所以呢你會發現我帶會員與流電話來粉絲朋友們 什麼樣的股票我才會去做 就是一檔股票 在一個月到兩個月內 少則350%多則1倍到2倍以上 這種標的我才會帶會員朋友去做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呢也歡迎大家來跟我結緣 那麼包括來參加會員的行列 或者是來加入我的粉絲團的行列 那麼小老鼠小A178寫下來 那麼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留個貼圖 給系統一個通關密碼 將來像這一種 浮育 45以上的浮育 一個半月拉1.2倍的這個股票一出現 那雁榮也會在這個地方 來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好 那今天最重要的 一開始要來跟大家提醒的是 已經講很多天了 你的操作策略就是要泰若換牆 轉進V型反轉的股票 好那麼還有這種股票嗎有 特別是在8月底剩7天 那麼有一檔股票它會拉20%到30% 那這樣的股票的話 那今天還是逆勢收紅的 好所以當然今天最重點當中 那麼 如果你要賺最多的當然就是把握這一檔 2070的精湛 在一個半月的時間 他拉了一倍上來 那今天我們複製 2070的精湛 他叫精湛第2 精湛第2目標70% 今天是最後一天分享 如果你錯過了4513的浮裕1.2倍 你錯過了2365的昆穎2.6倍 錯過了羅森 8374的羅森一倍 以及 6442的光聖的兩倍的朋友們 這一檔精湛第2目標70% 今天是最後一天分享 歡迎大家現在加LINE進來留言 2070加電話 或者是2070加上LINEID 來跟上彥榮老師的行列 小老鼠小A178寫下來就可以做一個留言 當然在這波走勢當中 我在7月11號 為什麼告訴你 24400點是高點 因為A指標數據0.06第2次 果然中錯了4千點下來 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為什麼我會告訴你說 波段低點到了 什麼時候講的 8月2號8月5號最低指數當天 來跟你預告 因為A指標數據 回撤前低了 這就是低點的邏輯概念 果然 一路漲上來漲了將近3000點了 是不是 那現在怎麼走呢 現在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本周震盪不追高 你要太肉換講 轉進補漲的標股 轉進補漲的標股 那這邊當然重點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 中線低點沒有到 中線低點在哪裡 中線低點就是下一次A指標數據 回撤負0.11 這就叫做中線低點 坦白講我現在也可以預先算得出來 因為A指標的特色 就是可以透過數據的變化 來預算 低價區或者是預算目標高價區 都可以預算得出來 那當然現在的話時間比較接近 我再來告訴你 那或者說你有加賴流貼圖的 在我的賴當中你會看得到 一旦接近的我就會提醒 那當然中線低點沒有到 但是短線呢 短線在這個20日均線的話呢 我認為是這兩天 碰到的時候呢 他會再一次做一個反彈 所以現在你要怎麼做 當然弱勢的股票 你要去做一個調節嘛 要做一個太肉換講嘛 要轉到一些 所謂主身段 現行好的 補漲的 V型反轉的股票 那這些的話 其實都有跡可循 都是有跡可循 那為什麼我說到20日均線附近 台股還會再談一下 為什麼 因為呢 還記得我在7月29號 大盤8月2號以及隔天的8月5號見底 那我在7月29號 這個是美元對新台幣匯率的走勢圖 我在7月29號這天告訴你說 即將指貶回升 那外資賣壓減輕 甚至會外資會大買超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當時這樣子告訴你說 將來啊 那麼這個地方啊 即將展開一個波段行情 我是不是有驗證 連匯率我也能夠看得出來 在整個匯率 美元對新台幣的匯率的數據 最高的前兩天 我先提醒你 好那麼在這個利用匯率的數據就是說 數據越來越低的時候就代表新台幣要升值嘛 所以匯率如果下來的時候新台幣升值嘛 那在匯率最高的轉折這個拐點我告訴你了嘛 那你是不是怎麼怎麼做是不是應該買股票 但是你沒有聽進去啊 對不對 那現在相反的邏輯概念 大盤指數漲3000點之後 其實關鍵還是在匯率啊 那匯率現在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從這個RSI的一個位階上來看 目前的話呢 它是先行有一個 美元對新台幣匯率有一個止跌的一個現象 代表什麼 代表將來這個匯率會上去 美元對新台幣的匯率上去就是新台幣貶值啊 貶值就是 這個資金會匯出去 台股就會有賣壓 這樣知道意思嗎 那當然這邊的話呢 只是要見底 擴底 還沒有正式上去 那我估計大家擴底一個禮拜 也就是未來這一個禮拜台股還是安全的 不太會大跌 有個個股表現的機會 那你要利用 哪一天美股上漲的時候 台股開高的時候 你的弱勢股要去賣 好不好 那你要利用在大盤 像今天這樣殺低的時候 你要去買強勢股 買強勢股 然後呢 利用利多的時候呢 來做一個連續的 拉高之後的一個賣出 這就是一個操作的邏輯概念 好不好 那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操作的 需要利用老師協助你 太肉換強的 也歡迎加賴進來留下你的股民成本 好那當然台積電的部分 前幾天就告訴大家了 980附近不追 結果來到977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在1065還沒有出現之前 1080沒有出現之前 就告訴你1065是目標價 因為A指標數據來到前面高點 所對照的位置 好那這個可以預先算出來 那麼在這邊還沒有0.12就先算出來 包括這邊還沒有0.19就先算出來 所以 鴻海告訴你230以上是高點 有沒有 那打下來之後呢 因為這個現象出現了 回測前低嘛 相反的邏輯概念 所以告訴你813 815這一天是台積電的低點 也告訴你在這一天 負0.13第二次 鴻海的163.5是低點 就談上來之後 我也告訴你 這個鴻海是1924目標嘛 那你在節目上我讓你看過嘛 而且我在Line當中天天告訴你 就看到191之後今天殺下來 好像剩下183184的嘛 那台積電也是告訴你980不要追嘛 就來到977今天剩956 所以當然最重點是什麼 下一個買點 下一個買點 以及你覺得葉老師棒不棒 如果你覺得葉老師不錯的 那你今天在我的Line當中 鼓勵我一下 幫我按個讚 好我想這就是重點 這是重點 好 那另外下一個買點 就是A指標數據再次回測前低 鴻海也是一樣 下一次的買點就可以報了 而且可以報久一點 因為空間比較大 那這個買點我會在Line當中講 我的Line你每天都要來看 但是 有些人看不到 因為你要加Line留貼圖才看得到 好那這邊的話呢 你要留2330加1 或者是2317加1 那麼這個是分別台積電跟鴻海的代號 留下來 那麼就有通關密碼就看得到 好那 藍天的部分 他是這個資產文化有個題材性 北部建案有900億 那麼在 下半年為傳統的旺季 AIPC 新機持續上市 上半年美股盈餘 兩塊錢 跟去年同期比較倍增 所以他的題材性都夠了 那整個現行上看起來是相對是一個多方 那如果你對2362的藍天有興趣的朋友們 我也歡迎你可以加Line進來留言 2362加1 好來索取這個關鍵的買進價 好當然不想做當沖 不想爆股票你會怕 這個重挫4000點 你現在還是 還是 有如金工之鳥對不對 那這個過程裡面的話 不想爆股票 想要做短一點的 為什麼做當沖 而且隔日沖 有這個標的嗎 好當沖一天賺個6%8% 100萬賺6萬8萬 當沖1000萬 一天賺個60萬80萬 有沒有這個機會 過去的經驗我常常提供這樣的機會 這樣的可能 那甚至隔日沖 有時候要當沖的股票 說也可以隔日沖 一沖就沖三支漲停板 有沒有 那今天提供給大家是3073的天方能源 當然不是叫你去自己去亂做 其實主要在那個價位 能夠守穩你才可以做 不是叫你隨便亂做 你來跟我算賬 不行 這個我不能照單全收 你這樣的話 我就會心裡面會難過 所以我希望你要加賴進來 然後來說取這個關鍵價 關鍵價知道了 守住了 才可以去做 好不好 要聽我的話 3073的天方能源有興趣的 可以加賴進來留言 2349加1 另外的話 來得有興趣的可以加賴進來留言 2349加1 來鎖取這個買進價 好那當然重點的部分 歡迎大家跟我結緣 這個好處就是什麼 這是像這個福育 一個半月 可以拉到1.2倍 底部倍數標股出現的時候 你會第一時間知道 那怎麼樣跟我結緣 加賴留貼圖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他寫下來 就可以 在這個地方 那麼跟葉隆老師結緣 加進來 好那麼當然重點的部分就是今天粉絲的福利的精湛第2 2070的精湛是我在周報以及節目當中多次预告提醒的標的 從42塊 從42塊漲到86塊 資金翻倍 那今天這一檔精湛第2 他複製的是精湛本尊的一個 標股DNA 那麼一發動就是三個長紅漲停 可以 重壓而且為逆勢狂標的股票 那麼至少70%起跳 粉絲朋友們如果你想自己操作的話 歡迎加賴進來 那麼留言 那麼在這個地方留言 2070加1 那或者說想要葉隆帶也同步操作的 可以加賴進來留言 2070加電話 或者是賴ID 來做一個跟上 好那麼當然重點的部分 那麼如果你錯過了過去這個浮育 昆穎 羅森 光盛 一個月內就資金翻倍的朋友們 那麼這一次的話 這個 精湛第2 千萬別再錯過了 只要加賴小老鼠小A178進來就可以做一個留言 好那我想當然重點的部分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個 ETF還可以買嗎 葉隆在這個7月中告訴大家不要太積極 你除了存股少少的買之外 當A指標數據回測前低點一出現的時候 一個月獲利10%的買點一旦出現我就會提醒你 那8月2號8月5號我就斬釘截鐵告訴你 我說一個月要賺10%的買點出現了 結果幾乎所有的ETF都是10%以上 那你現在還跑來問我 代表你沒有賺到好可惜 但是我現在要跟你講的是什麼 你不要急 將來這個現象出現的時候 我也會第一時間再度來提醒大家 好不好 那當然要存股的又是另當別論的 那當然今天 還有人在問說接下來有沒有什麼股票有機會逆勢上漲的 當然有 當然有看方法 那這邊我會跟大家分享 好那重點的部分是你跟葉隆結緣了嗎 如何結緣呢 歡迎大家小老鼠小A178寫下來 然後呢 留一個貼圖 給系統通關密碼 這樣就算 跟葉隆我是加賴完成 那麼系統就知道你來了 將來我好看 就會直接來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當然 重點的部分 那麼個別股的部分 現階段你要操作 你就會找什麼 去找那個有大咖在裡面的 而且行情還沒有走完的 那大咖在裡面怎麼看 就是A指標數據創高點 雲爆能源有嗎 我覺得有 雲爆是我在 當時在這個地方提醒的 結果漲了一倍上來 對不對 那這個我覺得還沒有走完 我覺得還沒有走完 那包括642的光線 這個有沒有大咖在裡面 我覺得有 因為A指標數據還拉蠻高的 這個都代表 大咖在裡面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大咖在裡面了 那什麼時候發動 這個才是整個技術含金量 所必須去追求的一個 靜靜的地方 那這邊我在昨天也告訴大家 我說雲爆能源不要追高 好那這個地方還有回撤的機會 現在我的看法依然不變 那另外包括這個光線的部分也是一樣 好他必須做一個洗盤 所以現在沒有洗盤完成 所以呢在雲爆能源的部分 他是太陽能電廠 第2季的美股盈餘是1.1元 他在第1季是多少 ZERO 是零 代表什麼 油虧轉銀 油虧轉銀 所以他受惠到這個綠電的需求 跟輝打大量的綠電需要 好那麼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雲爆能源整個題材性還是存在的 那現在就等什麼 只欠東風 這個東風就是技術現行 就是回撤成功 如果你對這個關鍵價位有興趣 可以加LINE進來 留言6869加1 來索取這個買進價 好另外的話 就是6442的光線 他是網通廠 當然今年網通廠 那麼在這個地方的話 他的第2季美股盈餘是3.2元 毛利率高達53% 那獲利翻倍的原因主要是 受惠到美國的基礎建設 跟AI的這個頻寬需求 那這邊 現在還是一樣整個含金量就在這個技術現行要做回撤 如果回撤成功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轉強的力量 那這個關鍵價位在哪裡 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現在加LINE進來留言 6442加1 來索取這個買進價 好那當然 包括這個是前兩期 周報分享的 8028的生洋辦 8028的生洋辦 在這個地方已經大漲一段上來了 那我認為行情沒有結束 事實上如果你有參加會員或者是加入 我的LINE當中 留電話來粉絲朋友賣 接著你會發現 我的股票 不是像外面 你所拿到的股票 當天沒有賣可能就一路報下去 可能一賠就是30% 40% 我的股票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都是在底部的 我給你的一定是底部的 所以你早一點來拿周報的 其實先賺了這一段 先賺這一段 那現在因為整個指標 還是有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行情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 所以其實我帶會員其實我再強調一次 一旦股票沒有一個30%以上 沒有30% 50% 其實這個股票我是不太會去帶會員做的 或者說一個股票 他這個地方如果不是一個波段低點 我是不會在這個地方帶會員去冒險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包括生洋辦也是一樣的邏輯概念 如果你認同我的理念 我也歡迎你把握拉回 來做一個跟進的動作 好那生洋辦 第二季的美股盈餘0.6元 是屬於這個 受惠到這個 再生經允的這個 需求付出 那7月份的營收是歷史次高 所以這邊如果你對8028的生洋辦有興趣的朋友們 也歡迎加賴進來留言 8028加1 來索取這個買進價 好00929 如果你要賺價差先不要 好先不要 那如果你要 配息的 那他 一個月就1% 所以你股價如果跌個1%2% 其實這個邏輯概念其實是可以注意的 但是精準的買點的話 還是要 透過在我的賴當中 所跟你所做的分享的一個 一個支撐區 一個手盤的位置才可以 那麼想了解 00929買點的朋友 可以加賴進來留言 929加1 那當然將來如果回撤到前低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月內要賺10%的買點出現 我也會講 你可以留言 929加1就看得到 那當然 現在你要賺價差就是去找 ETF的部分 他本身有一些 他有個互盤成分的一些成分股 好比這一檔 00929 你可以留言 929加2 A指標數據0.24 那麼短期內會拉60% 60% 這檔是很多法人 很喜歡買每天都來認養的股票 有興趣的可以加賴進來留言 929加2 來做一個索取 好那當然今天 要來提醒大家 您加賴了嗎 您跟彥隆結緣了嗎 小老鼠小A178 寫下來 留一個貼圖就可以跟彥隆老師結緣 那麼底部倍數標股像這樣子一拉1.2倍 一個月多一點點的時間而已 你會領先看得到 好那麼也歡迎大家一定要把策略作對 太弱換牆 那麼轉進 未來一個禮拜 再拚個25% 少則先拚25% 然後下個月再拚個70% 有興趣的朋友們 現在就加賴進來留言 2070加電話 或者是2070加賴ID 來跟上彥隆老師的行列 小老鼠小A178寫下來 那麼記得 在這個地方加賴進來留一個貼圖 或者是小老鼠小A178加進來 就可以做一個留言了 歡迎訂閱影片 按讚 分享 打開 小鈴鐺喔 好時間的關係節目就進行到這 預祝操作順利 謝謝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補投資風險 跟人財務利益關係 該 方 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